大家好 欢迎收看讯网每周港股 今天星期请到丰盛金融资产管理董事王国英 上来和大家谈谈大事走势 Alex 你好 来到港股2016的收労日 今天有个几好的开始 高开28点 最多升大约200点 去到大约22000的关口 看回本周只有三日市 但过去两个交易日来说恒指最终都能够以上升作收市 看回去年尾就收报21914点 你觉得今天能不能够站到这个水平以上 全年累计以上升作收市 下周2017年一回来又能不能够红盘高开高售 我想你说今天高低位没什么所谓 不过气氛是好的 因为近几天都是连环上 唯一不好就是低成交之下 还有有些粉色厨仓的味道 那些人可能会嫌高了 所以回来第一天就是初段 可能那些人会嫌 因为这几天是高了 所以就未必会太过用上去追迷 所以红盘高收的机会其实就一半半 不是说很特别 但是我觉得就整年来看明年就真的要打醒精神 我觉得最主要因为你美国是换了政府 而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挺差的 而中国其实本身因为人民币走资引伸出来 有很多那些衍生工具或者金融产品的销售 那你可能真的要去面对现在这些产品 就是带来的潜在后果 还有那些人是因为走资所相对的行为 所以中国会面对很大压力的 现在你这样看下去 因为美元带来的走资问题 还有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有两个结果 一是就很差 因为现在看上去表面上是很差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的压力很大 而令到它要做出回应 令到反过来 令到这件事变成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明年要不就好得很好 要不就很差 我觉得就不同这几年 困死了在不生不死的格局 我觉得有些机会转变 所以明年是一个应该比较有趣的一年 就是上落会比较大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流年恒生指数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看一些个别股份 特别讲一下腾讯 因为看到其实去到今年最后一个星期的交易日 其实看到它终于再次就叫做发威 连同今天来说就连升了三天 去到190元楼上 看回腾讯股王 今年表现其实都属于跑赢大市 9月时候曾经见过220元的历史新高 可惜其后就和大市同步调整到200元楼下 但是全年累计 以星期四收市187.6元去计 其实升幅都有2.3元 你觉得来年可不可以再投股王信任一票 如果有意想买的话 可以留意些什么价位入货 我自己都会继续投股王信任一票 最近这两三天升 就因为它推出了小程序 令到人们会对微信更加似乎 会留在那里更久 这个已经是非常巩固的一个竞争优势 基本上我想你看大陆经济就变成了 那些人预计它可以有多少生意 我想你看看宏观环境 因为你说的产品本身竞争力已经去到进一步提升了 我觉得现在你这样看下去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现在应该就这些位置都没所谓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知道风险在哪里了 如果真的是短线买的话 那你以180元作为止损位 那已经是一个很简单 亦都很清晰的技术位了 所以你向下风险就是10元 但是你又可以拼它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都应该OK的 所以就应该继续拼 明年会继续跑赢了 来到我们讲股360一问三答环节 今次这位读者就想问一下营救证 他就以平均成本价9仙 就买入吉利营救证14323 这张营救证就明年9月才到期 不过见到现在的情况就跌到7仙附近 他想问能不能够持有还是只孙离场 我们再看正股方面 即175值吉利 其实10月底的时候曾经升穿过9元 不过之后就反反复复向下 那现价就在7.3仙附近 你怎样看呢Alex 我就不太大建议 因为吉利我自己就不买汽车股的 就是个理由就是觉得你今年可能是好得很准 但是我又觉得大陆的消费股 明年就应该会好一点的 那当然我自己选了是其他的板块 但是如果这位读者他真的情有独钟的话 我觉得你看多大半个月 起码到过完这个新年这个新历新年粉色炒窗的效应过完之后 看看会不会 因为吉利是没回的 因为吉利今年是很厉害的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大力推上去 但是你说过完新年之后看看市场的走势 是怎么才决定 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多看一阵 因为你反正都在挨着 然后我们预计你进入到一月之后 市场的波幅会提升 所以都可以多看一阵去驳一驳 市场真的有些突破 所以我建议就是推持多一阵 那当然如果你注册太大的话 因为你再推持多一阵的话 你可能会亏多一线至两线的 那这个风险要遇了 可能你留下个 如果持有太多的話會減少,不然就可以多看大半個月 Alex,你剛才提到短線都看好一些內地的消費股 其實有沒有哪些板塊可以推介給投資者 其實你現在,我想你講,因為我的理據 因為中國貿易那邊可能很有問題 所以可能要加快消費政策的推動 所以就可能會選這些 那麼你那個選擇的選擇 我自己就選一些,第一就會選一些香港的金色公司 因為他們在國內那個鋪網已經是很大了,很多都是 另外就是那些可能啤酒類的那些 我想你講的都可以考慮這些 就是相對來說可能是多些人會有信心一點的消費品 我覺得這些可能會令到勝負 Alex,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呢? 我們持有騰訊 今天謝謝王國英這麼詳盡的分析 在這裡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每週港股2017再和大家見面